我对佛法很有信心 但最近身边的一些师姐 有两个都得到乳癌 我问他们有做咽供施食吗 他们回答有做 可是好像烧得很少 是他们施食做得太少 咽亲在主吃不够吗 的关系吗 这我不知道 反正他一定有得乳癌的因 那如果 这个乳癌的因做咽供 是有点助缘 但是刚刚讲的要忏悔 我们到底哪一天会发生什么业 不知道乳癌 男生有乳癌吗 有吗 我哪里在 所以不管你要得到什么病 一定有个业因 所以还是要忏悔 所以忏悔我们不知道 我们造什么业 所以最好按照忏本 三倍水忏 对不对 里面什么都有了 代表什么都糟了 什么都忏悔 那除了忏悔 那这个施食 还是要观想多一点 观想 所以我希望各位 多参加 大型的施食法会 很多人嘛 对不对 很多食物嘛 那这样 会更好一点 但是 你都忏悔了 又施食 还是得乳癌 可不可以 还是可以 那你 那个时候你要视为空性 如果你这样做 可能你的乳癌 一开刀就解决了 对不对 不会发作了 众业轻薄 但是各位一定要 永远相信 但是吃不够 也有可能 所以 那你就 你就 告诉他们 多做一些 而且 刚刚我讲了 我们在做 事实 衣服 食物 饮料 金座 这些都要的 包括 你天天在做 事实 给你们家的地基主 没在拜 你也会生病 你就要地基主 你对白人好 都没在休 那 这也不行 所以我 我下回要 拜托我们 战院法师 我们太阳宫 底下要拜个 地基主 千万不要 救护起身 拜护不尊敬神 这不对的 既然连鬼都在渡了 对不对 这些众生 也要 另提欢喜 他也会成为 你的护法 哇